英国减税计划大优转 英国财政部长克沃腾在各界的反对之下 宣布撤回取消45%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计划 强调这是听取民意之后的决定 消息一出英镑对美元汇率也应声上涨 回升到了1美元12美分 也就是计划公布前的水平 我们只是谈论人们 我们听到人们 我明白 我们不只谈到人们 我们看到人们的反应 我们谈论人们和共产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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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觉得这个45%的问题 这个45%的率 是随着一个强烈的盘子 的充满力 的充满账的充满账 人们的经济 我们决定不继续 和解决的45%的率 英国财政部长克沃腾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发表声明 确认撤销先前改变所得税最高税率的提案 而这项为最高收入者减税的计划 仅仅宣布了10天 英国政府上个月23号公布的迷你预算 推出了50年来最激进的减税计划 引发市场焦虑 导致投资者抛售英镑和英国政府债券 最终英国中央银行被迫出手干预 启动规模高达650亿英镑 大约是3380亿令吉的债券购买计划来稳定市场